昨天新华社发了一消息 重磅消息 就是说中国制裁两家美国公司 一个是谁呢 叫洛克希德马丁 另外一个是雷神导弹与防火公司 这两家公司 就是列入了中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 其实就是制裁你 对吧 然后这俩公司 军迷肯定都特别熟悉 洛克希德马丁好像是造飞机的 战斗机那公司 然后雷神导弹与防火 这就甭说了 这肯定是跟军工有关的 然后这个是用什么样的模式 来制裁这俩公司呢 特别牛逼 真的特别牛逼 就是说一个是禁止上述企业从事 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然后第二个是禁止上述企业 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 三是禁止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入境 四是不批准并取消上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在中国境内的工作许可 停留 以及那种拘留的资格 五是对上述企业分别处于罚款 罚款 金额是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实施以来各企业对台军售合同金额的两倍 你看就明白 非常清晰了 就是说如果你对台军售 比如说雷神公司 你对台军售了导弹 十亿美金 这金额那就是说中国政府要罚你这公司20亿美金 而且是美金 然后上述企业应当在自本公告公布之日15日内 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缴款 这个若逾期不履行本规定 这个将依法采取加触罚款等措施 就是这个特别牛逼啊 这个真的是 我当时一看 哎呀大长中国人志气啊 就是说中国人呢 能够说在自己的国土上制裁一家 从来不跟你他妈打交道的美国公司 或者是说跟你打过交道 也都是近似于援助型的这种交道的美国公司两家 这是很牛逼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概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阿Q正传里 就是这个其实阿贵嘛 阿贵呢在自己的那个小破家里 然后宣布制裁赵老爷家的那个 你们家啊 你们家如果说不许再进我家家门 把这个所有的在留资格都给取消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至于说到底有没有效果 怎么说呢 我查了查资料啊 就是那个文管人洛克希德马丁呢 还是这个雷神呢 跟中国这边呢 某一些机构是有所合作的 必须说是有合作的 不能说完全没有 比如说跟那个跟某些中国的军工工业 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合作 非常小 非常小 基本上也是属于那种卖点过时旧的技术 或者是某些意向性的东西 那你不是跟人合作 人家也不太在乎这件事情 对吧 他对你的进出口业务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 好像我记得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孙子辈的某些公司 对中国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进出口的这种业务 这个合作 但是你这个其实占他的业务比例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对吧 尤其是这个高精尖的技术 跟你是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的 你都是人家的战略对手了 我会把他妈的这个东西 我这些尖端武器卖给你 这肯定不行 对吧 这是一个 新增投资呢 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公司在这边能有什么新增投资 也可能房地产 当然这个也不重要 这个也不重要 就是说人家可就不投了 能怎么着呢 至于说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入境 或者是不批准 或者取消这些人的工作许可 停留 以及居留资格 其中最重要的有可能是居留资格 因为这样的公司 在全世界的主要国家 都有一些人在这个 你哪怕是做研究 或者是做咨询这种机构 会有一点人员在这 我在这多住几天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工作 这个有可能 但是这也不是一个人家的一个厂 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至于说这个罚款吧 这就有点那什么了 就像是说您罚他有啥意义呢 他会交罚款吗 人家是美国公司 对吧 不受那边管辖 我在你这还没有业务 你牛逼你到美国银行 冻结我账户去 是不是 您可以冻结您义乌这块 好多小老板的账户 你牛逼你冻结洛克西 到马丁公司 或者雷神公司的账户去 你看你冻结的了吗 就这么简单吧 我要既不想在你这地方开展业务 我呢 在你这没有业务 原本就没有业务 然后你让我过来交罚款 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当然这肯定不大了 不过呢 这个呢 也不能够全说是没有效果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呀 这样的话呢 它就等于是站在一个 在法理角度上 是一个合理性的 就是说呢 我既然提出了一个办法 我用的是这种 哪怕是说是长臂的司法管辖也罢 这个你是 是我至少是有法可依的 我已经说了这件事了 至于你办不办 我是不是能够强制执行 你比如说 像什么给纽约 中国的警务站发一消息 说你们去到洛克希特马丁公司 给他那个什么 人给扣下来双规一下 当然这可不太可能 就是说呢 虽然这种东西他做不到 但是呢 我这块是有法理的 是有法律基础的 我是可以用我国内的法律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就像中国这个很多东西就现在啊 他都有法可依 对吧 滥执法 他也是执法呀 是不是有没有效果 咱不好讲 但是人家说我是一法治社会 就跟我们是那个全国城民主似的 我们是一个有全国城民主的法治的社会 然后呢 我通过这个 我要求发你的款 你交还是不交 那是你的事 但是说和这个道理 就是说理在我方 试在我方 那就那就是行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呢 表现的就是既庄严又可笑 大概就大概是这样的 至于说这样的东西 它是不是对那个算是某种程度的反制措施呢 看怎么说 这就像那个当时你去制裁 包括佩洛西 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美国官员 要冻结他们在中国财产 禁止他们来中国投资是一样的 重点是 这些人没有在你这儿没有财产 人家这个可以不在你这儿投资 对吧 您看他那个 佩洛西他妈是疯了他在中国开账户 然后把自己的美元 然后换成人民币存到中国账户上 这可能性大吗 这可能性大概也就相当于 像我这样的取林志玲 可能大概也就相当于这么大的可能性了 基本就是没有 基本就是没有 所以说呢 这种的这个就所谓的这叫什么呢 这叫制裁吧 大概也就是个嘴嗨 就打一口炮 显得自己呢 我也反正我也干着活了 对吧 你不能说我什么都没干 我对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但是也只是在于表达态度而已 其他的就都完全没有了 也就是完全没有了 屁用没有 然后呢嘴头痛快 反正两头痛快呗 对吧 要不是屁用没有 要不是嘴头痛快 两头你都站了 那就两头你都痛快了 就是这就整个气就通了 那就这么个意思 可是就是说起来的话 像这样的一种模式的只能够证明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呢 中美两国的关系 那只往冰点那块走是越来越快了 一般来说呢 不会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 在圣上的这个外交的思想的指导下呢 两国之间呢 就是你可以说叫渐行渐远 也可以说叫像正常所说的 叫那个相向而行 像 就是 啪 撞上 哎 只能是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表现呢 就是更明显了一点而已 其他的没什么东西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好 谢谢诸位 跟大家瞎扯继续